我想說你們剛剛有跟到動畫說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我們的地球被他們口中的阿波菲斯與死人此地進化 他說被一個人破壞掉 這應該是一代的男主角破壞掉的吧 尼可拉斯萊恩 搞不好就一代的男主角 也是按個按鈕 我們未來就化為一無有 所以說這個人應該是改造人喔 然後他想要進化這些人類變成改造人 結果這些人 原始人類反抗了 有沒有可能 原始人類反抗 自私的拒絕協助 太果然了 生化人對抗一般人類阿 是吧 是吧 為了獨立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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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還可以選男跟女喔 這個女的看起來 有點中性欸 我覺得我們選男生好了好不好 這個女生有點不太行 好啦 選這個好了啦 他居然這個動作有點像那個 這個進階的巨人 SASAKO 拿起你的武器 我武器在哪裡 這裡 這個一定會是一款爽game阿 我覺得 感覺就不錯欸 哇塞這什麼 哇 那個女的就這樣掛了 如果我選女的 這個換是男的掛了 我選男的 現在是女的掛了 莉莉 這人也叫莉莉 最接近佳兒的存在 母親大人 只是他養育我就對了 好 你們會不會覺得這個 他的字幕有點小 那麼他的字幕是不是顯示有點小 可不可以調整阿 想說讓你們看字幕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好像沒有可以調整 所謂字幕的東西 這個是影像 一般設定這邊 字幕有開啟 難度 這不是 好像不能調字幕大小欸 有點可惜 哇這個字 我自己看是還好啦 但是你們應該會覺得有點小就是阿 阿BGM背景會不會太大聲 我們再降個10%好了好不好 整體音量 黑暗暗 芋頭控 不過是生化人失敗 不就表示進化是失敗的 我忘記一代劇情了 反正他們剛剛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們想要讓我們變得跟他們一樣 但是呢我們敵死不從 形成了兩派人馬這樣子 WOW 這什麼東西 欸? 欸? 我怎麼飛下來了 哇這些生化人沒有手欸 WOW 哇直接幫我跳 威風 哇 哇賽 這生光看起來也太閃耀了吧 我還有什麼武器阿 目前就這把阿 Let's go! You're gonna go earn us a glory,Risker 死去的敵人身上撿起非鐵電池 恢復生命 要記得非鐵電池非常不穩定 沒有即時撿起來會融化 所以說他的補血是要即時撿起啊 按T使用注射 我剛剛拿什麼東西尻自己的頭這樣子 好喔 哇 啊啊啊啊啊 大技人 哇 有機兵來耶 喔好帥啊 哇他居然閃現在他身上耶 零便當了 自爆 為什麼我覺得這一幕有點像以前我看那一部星劍戰將 就是那個蟲蟲蟲蟲入侵地球的那一部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星劍戰...戰劍吧 還是什麼什麼冰的 拿走什麼 拿走遊記兵身上的裝甲 亂穿遊記兵的裝備 老媽要撥你的皮 我穿裝備速度挺快的嘛 這遊戲單人啦 好像沒有連線的樣子 一秒變遊記兵 哇 哇 死 殺爆他們 你打中庭 輕按Q 可以切換武器 按住Q可以開啟完整的清單 這樣子 好了解 喔自己人對不起 按燒咧 自己人 輕按G可以丟出三頁迴旋鏢 三頁迴旋鏢 迴旋鏢啦 迴旋鏢是用法多元的致命武器 可以搭配其他武器使用 怎麼用 輕按 按 按G啦 抱歉 抱歉 What 再丟一次 WEE 好吧 我不是很會用喔 不好意思 不過他是有一種角度 你要去抓就對了 手榴彈 輕按G 輕輕丟出 按住可以延遲頭指 切換武器也可以死 Hello Surprise 我怎麼按到那個 欸 我按到右下角的東西了 等一下我忘了跳到什麼東西 注射器 拿走 從手腦會吸引人們的那一部 對啊 我剛剛講的就是那一個啊 剛剛那一幕前面有兩個被雷射光掃到那一幕 有點感覺非常的像 然後再來就是 剛剛那個遊記兵被吃掉那一幕啦 也蠻像的啦 但是呢 劇情裡面的那個 那個遊記兵是男主角所以沒死 阿這個裡面的是死掉了 按住Ctrl可以凝神標記敵人 只要凝神也可以吸引附近的飛鐵 這個標記只是 無血看一下吧 手槍子彈 你看 這不是透視嗎 透視阿 透視阿 最大值 我能跟著任務走就對了 嗚呼 碰 蹲 蹲一下 打頭會直接掉欸 打頭會直接掉欸 連續擊殺敵人可以 為超負載充能 增加你的殺傷力 能量充滿時按下V超負載狀態 使用超負載也可以補充生命值 呃 這個也太閃了吧 升光效果做得實在有夠絢 絢麗的阿 玩久眼睛瞎掉阿 會不會 你會覺得玩久眼睛會瞎掉 噢 注射 好欸 有哪一 把你一直 我們有什麼近戰攻擊之類的嗎 苦勞力 開了三部真人之後 改C劇動化了 親愛的 武勞力阿姨 有忌兵我們的榜樣 我父母死後他修 收留了我 沒爹沒娘的燙手山影 原來是 原來是我的 忌母 還是我的阿嬤之類的 哲希爾裝甲 他們殺了他 他殺了他 他殺了他 噢 也太大隻了吧 對啊 這已經不是生化人之間的鬥爭了吧 他應該早就死了 這就是那個 第一代的BOSS嗎 超屌的 第一代的我要火口其他的全殺了 邪惡管理局的邪惡領袖 床編故事用來嚇我們這種 調皮小孩的怪物 管理局的創死人 哇不知不覺已經走到旁邊了 我要被吃了嗎 哇 有兩個就這樣看來看去這樣子 透視好久好像可以吸引注意力 真的假的 欸欸欸欸 這就是媽媽的愛 不惜一切要救我這樣子 完了我們普勞利 我的祭母被抓了 欸 這個將軍身上的盔甲好像紅蓮羅眼喔 哈哈哈哈 怎麼會有一種 既視感 紅蓮羅眼 哇 出死了 立馬領便當 老媽掰 嗨 剛剛有顯示可以近戰攻擊喔 我猜應該是按F吧 FPS的射擊遊戲通常近戰都是F對不對 對 好呢 蛤 我 我被電擊 被電醒了 真是美好的叫床方式 哇 老媽掛了 我們戰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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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去 那他媽媽 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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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知道 那些警察 知道 那些警察 等一會 他們保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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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是遊記兵了阿 穿上去誰都可以是遊記兵 他就問聰明其實他太笨了好不好 現在所有遊記兵都死光剩我一個人了 你看這剛打下來的手 超帥的 噁心 玩起來好像泰坦降臨喔 感覺超級像 不知道為什麼 沒來用的感覺 將軍你這個沒滴滴的爛貨 幫主角 幫主角罵將軍 開場20分鐘已經死多少人了 基本上是全軍覆沒了吧 剩下一些重要的NPC跟男主角就這樣子阿 呃 潘萊莉一等兵 一等兵加油 克羅伊也加油 好 起重機AZ 哇那個鷹絲路也 鷹絲路結束之後 長大了開始在演這個 這一出的就對了 我們的AZ 我們先稍微逛一下周圍喔 蠻好奇的 這個地方 被摧殘成這個樣子 我去游祭兵那邊拿情報 我去游祭兵那邊拿情報 VT 這妹子有沒有可能遊戲裡面最正的 呃 依照現在的感覺 我覺得她可能會是耶 然後後面清移色 所有的敵人或是角色 呃全部都是同一個摩子 同一個媽生的 你懂我意思嗎 後面的那種不重要的敵人 我覺得應該都會是同一個媽生的啦 我是這麼認為啦 啊就是那些比較特別的角色 會比較有一點特色嘛對不對 掃描機 要 視網膜掃描 哇 金城武大哥 哇 爆出姓名 這時候我應該要爆那個 死掉的那個人吧 強屬單位 勞力中士 喔 接觸了 水 解鎖無有的重創 我可能已經死了 解鎖無有的重創 我可能已經死了 解鎖無有的重創 我可能已經死了 阻止你身上游擊兵 因為這種針對游擊兵長老的 奇跡常發生 你是我們的秘密武器 我已經有完整全線了 古騰邦 有給我最好的禮物 注入奈米 賦予你超人的力量 主角一開始就撿到了神裝 而且我覺得 我覺得還蠻奇怪的地 蠻奇怪的一點是說 他怎麼會知道我會活下來 呵呵呵 要是如果我也死了 這一部 這一部全向投影不就看不見了 可能就是你也知道 會不會死不曉得 先拍了再說 然後再把一些重要事項交代 就是我是天選之人 遊戲都 不管是動畫啦 還是什麼的 男主角永遠都是天選之人 林北就是那個天選之人 天選之人 方舟非常的珍貴 裡面可能有方舟武器和奈米值 實體技能 在廢土各方尋找方舟 以獲得強大的能力 接近方舟 朝向按摩托寧神 這個有點類似 就是提升自我的一個裝置 提升比如說 什麼體力啊 就是獲得技能啊 大概這種概念 您是他 對嗎 這麼多 二選一 把手伸進去 猛衝 原來是教學啊 成功安裝ID識別符 猛衝識別符 可以閃避攻擊 降低被擊中的機率 什麼啊你教一下 身為遊記兵的你體內的奈米值 讓你擁有特殊技能 按Ctrl可以啟動 蛤 蛤 喔 喔 螢幕很難在空中使用也 閃避炮火 敵人在哪裡 喔 這邊有一個 hello 喔 喔他射我了 阿為甚麼 我不是閃過了嗎 一定要在那種 快接觸到的時候使用對不對 喔 躲過三發火箭筒阿 那我就往後 喔靠北往後被炸到了不行 行不通 喔有了有了 成功了 猛衝 有再去之後會更爽 老頭別說了 我會想起BBT7274 我記得剛剛有人說 剛剛有人說這款遊戲就是盾的開發人員 盾的工作室 協同開發的吧 是不是 某些方面好像喔 還是就是他們工作室開的阿 因為我剛剛沒有注意看欸 把這方舟找出來 裡面有很多珍貴的資源喔 好 我不能單獨對抗他們 我需要幫手 如果莉莉活著 他會是不可多得的幫手 還有其他盟友 大約在管理局戰爭的尾聲 我們幾個反抗軍的核心人物 發起了7B 敵手計畫 是消滅管理局 永遠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就算他們敗了 也不可能消失 此外我們也知道柯洛斯 柯洛斯將軍能有 近乎不死的科技 狐騰幫的對外門 全部關閉一手計 一定要廢棄 但我以為一定要追隨的三個了 結果後來就分解散了 大停電 我們要找這三個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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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管陣 第二位是誰阿 露莎姆特格 喔 喔 再來是安東寧 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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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Ranger CPU 一下就給我這麼多任務欸 他這個可能給我三大的指標 意思是說 有三個 有三個 三個路線讓我們走 看我要先解什麼就對了 有沒有你看看 就他說這三個人就是三個人 中間這個是那個露露什麼殺的 然後這個是會使用什麼奈米科技植備的 好像也是匕首計畫發起人 然後這個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 然後呢又分三大勢力為屬 然後呢每一個 每一個國家又有他的聲望點數 一致就是這種類似FPS遊戲 常見的一個遊戲模式 極地站好 有沒有 頓和正當防衛的工作室共同開發的 原來如此 分明是聖哥的遊俠 遊俠號 遊俠號還比他更靈活多了好嗎 沒關係啦 這以後看一下 看一下拿到多少的那個技能 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這個角色到底是遊俠還是巨像 是吧 而且我比較討異的是 我是比較討異的是 他居然把這個繁體中文的漢話給他搞成 這個算是 呃 揭開體是不是 標開體 我以為他會是像這種解鎖等級這種字體 結果他這個兩種字體混合 感覺挺怪的 多了一種 這麼講 異國風情的味道的感覺 阿為甚麼聲音變那麼小聲 阿為甚麼聲音變那麼小聲 阿沒有 是我自己按到了 請問這是甚麼遊戲喔 標題上面不是有打嗎 標題阿看一下標題 看個標題吧 還是說我沒改 沒有阿 Range2上市了 看到了沒有 Range 先簡體漢話後再把自己改成繁體 是這樣子嗎 現在感覺是大陸翻譯繁體中文 現在有嗎 你們有感覺他有積翻嗎 我是覺得沒甚麼感覺 我腦子都是研究計畫 喔我有車子啦 歡迎來到研究計畫的畫面 你可以在這裡用鑽來的研究點數購買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能給你各式各樣的好處 目前你只能選擇莉莉的 沒差啦 沒魚也好 他研究計畫是甚麼 送我一台車 剩下的研究計畫就是這三個阿 變種人巢穴 回修戰 方舟遊記兵回生 回鐵隕石 感覺好像是技能 感覺好像是技能 他的研究計畫搞不好是類似像那種技能的那個樹狀圖 有沒有你看下面這個感覺就像是 甚麼甚麼增加車子的性能之類的 我要怎麼離開 顯示研究計畫 你可以購買第一項研究計畫解鎖載具選單 並會讓你獲得專屬的戰鬥載具鳳凰號 載具選單可以讓你升級載具 並在有時需要 有需要時召喚在你所在位置 F就可以立即購買 買 好了 我們叫車子出來 嗚呼 哇 現金不足需要10塊錢 那叫 強化嗎 我要怎麼叫按住Q 再一句 召喚要10元 哇 那三個匕首計畫的聯絡人也給你相同的幫助 因為你一定要變強才能迎戰管理局 好 好 好 走 我又好奇一點欸 我們可以先去槍管針那邊 因為我們是匕首隊員裡面最近的 我又好奇一點欸 他說我是 我是這場戰役的救世主 然後呢 現在都已經被滅團了 才說要栽培我 怎樣 神的旨意是不是 上車了 有沒有人沒上車的阿 哇 我跑一跑當機阿 因為這很吃資源欸 哇 哇 厲害 等一下 可不可以看地圖 地圖在哪 他說離我最近的是這一位嘛 槍管陣嘛 看一下 然後這邊有方舟廢墟 看一下喔 這個我要怎麼看阿 這裡 大停電 槍管陣離我們最近 然後呢 這個就是有點類似像是 呃 刺客教條不是都會有一些 李李拉拉的那種 什麼 什麼任務可以讓你增加能力的嗎 大概就是這個概念 我們先去這裡 我們看會把這三個全部解完 再去我們的主線任務 看來又是一個漫長的旅程 So good 蛤 等一下 我又按到東西了 我把工具列關掉好了 我把工具列關掉好了 呃 隱藏工具列 這樣我才不會再按到 反正死人了 第一賽開始 蛤 變賽車了 切西瓜了 莫名其妙變賽車遊戲 極其妙來 蛤 蛤 蛤 你被玩過極速領域沒有輸過的好嗎 我可不可以開槍射他 右鍵可以撤閃 哇第一名 我就拿到汽車零件可以改造這樣子 汽車零件能用於升級載具前往table選單升級 這樣子 升級載具 怎麼用 這只是說明而已啊 喂 哈囉 哈囉 下Ctrl可以維修 修理啊 哦在這裡修啊 外掛主角用電動力在修車啊 比什麼往日什麼不載什麼什麼機車還要加什麼油的好太多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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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